hello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今天做一道硬菜啊 牛腩炖萝卜 刚刚香的一道菜 萝卜切成块 放入姜片大葱 放入牛腩 加入料酒 焯好水的牛腩捞出来 牛肉切好以后 清洗干净备用 起锅倒油 油热先放入八角 桂皮 香叶 花椒 炒出香味 放入葱姜蒜 倒入牛肉 倒入料酒 红烧酱油 来一点老抽 好 放点蚝油 倒入水摸过牛肉就行 大火烧开啊 烧开以后 将牛肉放入砂锅中 加入两勺盐 小火煮一个小时 下一步就是把萝卜倒进去 继续再焖煮半个小时 哇 牛腩炖萝卜就做好了 非常非常的香 给我来大盘子吃啊 嗯 给我来大盘子吃啊 嗯 我煮煮味了 成菜叶子 开饭了朋友们 今天吃饭吃得有点晚啊 因为这道菜比较费时间 做了将近两个小时 牛腩炖萝卜 辣白菜还剩一点 还带四点的咸菜 开吃啊闺女 我说应该吃点煮 这有最好菜 你说吃你菜比较 不是 红酒 拿来吧 我去拿呀 多好吃啊 这野菜 你别管你妈妈吃啥 你吃你就行啊 我最想吃这个大红薯叶子 不是 这大红薯叶子以前都是 小时候都是喂猪的 真的我们这边真都是喂猪的 不过那个 四川那边 放那个红薯叶子 也挺好吃 红薯叶子 叶子 对对对 都吃点 好吃 我吃要蛮 我好像也ok 这个肉 谁办 这么多肉 你不要带你去哪个自己家 你一家 这是你 其实鸡头是好吃 你们咋都不吃鸡头 闺女前能吃鸡头